所以這個頭尾的 記得喔 如果將來你要去掉頭尾 只要換行或者空白你不要的話 記得是這一段資料的頭尾的話 那你可以用strip 那因為這個是換行的 你可以把它加一個反斜線跟 那這樣的話你把它run一下 你會發現 頭尾的那個換行就會被去掉了 strip OK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我要去掉的資料 它是在哪裡呢 它是在那個頭尾以外中間也要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用repress 有沒有取代 前面還用過啦 repress的話 就是不管頭跟尾 反正裡面也都可以用 OK 所以這個就是可以再靈活搭配一下 那就可以很快把你要的效果給做出來 好 那這個是範例1 那範例2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底下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另外一個範例 這邊的範例呢 在第4頁的地方 第4頁的地方 第4頁的範例2這邊 然後呢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範例2的差異 最大的差異就是說 在這個P後面呢 它多了ID 有沒有 然後呢 第二個段落呢 多class 那跟各位講 後面ID跟class不是必要的 但是一個網頁標籤是絕對必要的 可是類別跟ID不是必要 也就是說呢 很多網頁一定會有標籤 但不見得會有class跟ID 但是以比較多的話呢 好像class會比較多 基本上很多都會有class class有點像類別 這個有點像是 如果你們用Word應該就類似像樣式 樣式 因為它將來要長什麼樣子 都會由class來決定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抓某個資料 你其實除了用什麼 用那個 這個什麼 用標籤之外 你也可以用id 或者是class 那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 比如說以這個網頁 如果假設希望 能夠幫我取得什麼 我是段落2的話 那其實方法就很多了 如果假設 不是我是段落2 你說那我用p 我取第2 我用file all 然後我抓第2個可不可以 也一樣可以對不對 可是除了用 這個什麼呢 標籤之外 你也可以用id 你也可以用class 所以做法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最近都來 Ctrl C 反正呢 未來它的結構都差不多 就是一定是一個原始碼 將來 反正上面部分一定就是一個原始碼 那只是說 將來我們可能是從什麼 用request.get 把那個網站東西get回來嘛 那get回來一定就是一個原始碼 一堆的原始碼 那我們如果要去解析它的話 那通常會用這個beautiful super 那通常呢 我們會產生一個sp的物件 所以底下的話呢 如果假設 我要取得什麼 我是段落2的話 那這要怎麼做 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用剛剛類似的方法 你可以用這個 假設用一個for回圈 比如說我剛剛講過 我們可以先建一個什麼 可以先建一個list 這個list的話有沒有 list1好了 利用sp產生一個那個什麼fileall方法對不對 然後呢 一樣是去找什麼 找這個p啦 假設我們id跟開實先不管 那裡面的話 一樣跑一個for回圈 這個for回圈 不用跑個for回圈 因為我要只要 所以這個不用for回圈嘛 所以我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print的話呢 那我就直接print了什麼 print了第幾個就好了 所以跟剛剛蠻像的有沒有 所以直接怎麼樣 在這邊我就print了 它 第 應該是01嘛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假設我今天就輸入1 它會得到什麼 我是段落2有沒有 因為這個是 我是段落1是0嘛 ok把它執行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得到 我是段落2 可是除了用 剛剛的方法之外 如果假設 我說你不能用這個方法 你用class的話 那要怎麼做 用id要怎麼做 ok 所以如果假設 將來呢 你 一定要用class的話 很簡單 只要在find 因為我只要一個嘛 所以我只要用find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假如 我要改的話 那我可以find findp 豆點 特別重要哦 將來呢 如果你假設要 除了標籤之外 你會有第二個特徵 就是你的class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class 放在第二個 參數裡面就可以了 有沒有 第一個是它的標籤 第二個的話呢 現在就是它的class 它就知道哦 你要找的是標籤叫p class叫rade 有沒有 那它知道 而且你用find的話 只會找一個 那應該理論上找到 就是我的 前面的話應該 我丟給一個變數名稱 就不是list 因為它是一個字串 就用了s好了 那將來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s給print了出來 那理論上的話呢 這個 s點 如果我直接 直接把sprint了出來 它應該是整個標籤 我把它print了一下 有沒有 OK 有沒有 如果我把這個sprint了出來 因為 它就會整個這個標籤哦 那如果我要裡面的資料的話 就這個content的話 那一樣 就在s後面加上 點test就可以了 點test就是我要裡面的文字哦 OK 好 有沒有 我是斷路了 OK 所以應該可以 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那你說老師 那 我換一個好了 方法3 方法3的話呢 如果我不要用那個 class 因為有id嘛 那你就怎麼樣 你就直接改一下 所以哦 這個除了可以放class之外 你也可以用id 不過啦 理論上我用id的機會 然後我印象中 真的比較少 那這個這個敘述方法的話哦 我們可以看一下哦 方法1 方法2哦 方法3的話 id就要長這樣 id比較 就是你變成 ks前面不用加ks等於啦 但是id哦 變成id就要加一個id等於 所以感覺強id比較麻煩 但是id的好處是它是唯一的 因為id一定是不會跟別人重複的 id一定是唯一的 所以id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叫p2的 所以我們id等於p2 那其實就很簡單 把這個control c過來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要抓這個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它貼過來 而且哦 這個id的話呢 理論上也會只有一個啦 所以你fine 你用fine out的話 我想應該 它也只會找到一個啦 所以理論上如果用id 通常都是用fine ok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應該還是一樣 我是斷多了 那沒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又比剛剛又多了兩種 取得你要的資料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用ks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id 這個比較常用的應該用ks ks的話也比較簡單 就直接在這邊加一個他的ks名稱 放在這邊就ok了 ok 所以就是範例2哦 這個又多了兩種取得資料的方法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範例3 ok 這比較複雜的哦 底下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假設我要抓的 並不是裡面的文字哦 文字的話是.test對不對 可是我要抓的是超連結 因為常常我們要抓的 可能是它的超連結 可能是它的圖檔 甚至比如說有個相簿 那你希望這個相簿 不要以前怎麼 點開還要另存心檔 點開還要另存心檔有沒有 如果假設你希望把一個相簿裡面的所有的圖怎麼樣 通通用python寫一個 爬蟲 但是爬蟲不是爬文字哦 是爬圖哦 然後自動幫你把那個相簿裡面的所有圖自動存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重新命名一下 或者你用原始的名稱也可以啊 那要怎麼做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假設你要抓的是圖檔的話 那你可能要知道幾件事哦 所以待會的話呢 范荔山各位看一下哦 這個HTML它比較特殊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話哦 這邊就一個圖檔 的 這個什麼 圖檔的那個 的一個網頁的標籤哦 那圖檔的話呢 一定是開頭標籤名稱叫IMG 那你會發現它的位置哦 它的檔案名稱叫3.jpg 那它的屬性叫SRC 所以如果假設哦 我想要抓到 這個3.jpg這些資料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還有另外還有那個什麼 超連結哦 超連結的標籤特別注意哦 超連結的標籤還蠻有意思的 它就是A哦 A的話呢 A的標籤就是超連結 然後它的屬性有沒有 叫HREF 後面就是它的網址 所以如果假設哦 我希望有沒有 所以底下有幾個問題 有五個問題哦 如果我要找到 我希望把這個網頁標題的title 取得怎麼做 還有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要取得什麼 取得這一個 超連結裡面內容的話 要怎麼做哦 第三個的話呢 我要取得所有類別為RAID 有沒有RAID 一個兩個嘛 這邊超連結有三個 但是我只要取得前兩個的話 應該怎麼做哦 還要取得FIRST FIRST在哪 FIRST在這裡啦 等於是第一個超連結 裡面的.test啦 裡面的文字 還有第五個最難 我要怎麼直接取得 這個IMG標籤 裡面的SRC屬性 裡面的資料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待會就是哦 試試看 這個這一題的話 當然開頭都一樣 所以這個是範本 Ctrl-C 你們待會可以直接開一個新的 空白的模組testup 然後後面就開始寫了 比如說第一個 第一個應該比較簡單 第一個問題 如何取得這個 要包含這個標籤哦 那怎麼做 Easy-day trade 試一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哦 先試一下就是剛剛那個問題2 問題2主要就是 除了用標籤之外 還有類別 還有ID OK 所以之後的話 你們要抓資料 就更有彈性了 至少會有三種方法 可以抓到你想抓的資料 分別是標籤 跟類別 還有ID OK 那ID比較特殊 ID通常會只有一個哦 所以ID的話通常都用Find 因為ID不會 所以ID都是不重複的 在網頁裡面的ID不會重複 他是唯一的哦 OK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抓的資料 他有ID 而且是你要只要抓一個 那就用ID會比較好 那類別的話不一定會 只有一個哦 一般多個 因為他是樣式 為什麼 因為網頁上都要長一樣的 就會用class OK 那你也可以用class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如果除了說抓裡面的文字之外 剛剛是抓文字就點test嘛 有沒有 點test 那如果呢 我要抓裡面的屬性的話 有沒有 比如說包含超連結 跟圖檔的話 這個可能你要多學一個方法 叫點get get方法後面就給他屬性 他就會幫你把那個屬性後面的資料 來幫你抓回來 原則上大概主要這三個範例 如果你假的能夠理解 後面呢 我們就要實戰了 我會找網路上的那個網頁資料 我們來實際上試試看 而且有些網頁其實都很複雜的 所以你一下 這些概念有了之後 你再去抓網頁 你會覺得網頁不難 用那個Python來爬資料 好像還沒想像中那麼困難